对吧 不改的话不行了 但是他这个优点的话就老不改 这个就缺点这个就老不改 这个就不好 他自己觉得自己做的确实都是对的 这样子不好知道吧 人对吧 人要换位思考对不对 谁的错就是谁的错 知道吧 如果他好好改变的话 他还年轻 对吧 能成为一个优秀人 不改的话这辈子就这么结束了 可能就就那个样子了 知道吧 说实话 如果能改变能改变的话还来得及 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人 你说他不聪明吧 也还是有点聪明的 二妹去哪了 二妹是这么一个习惯家 我是我是想的是明天 对就是明天给他一个惊醒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也在这个 铺制这个惊喜的现场 然后呢 你看刚才这些东西都准备了 对吧 你看平时这些东西都优不上的 知道吧 都优不上的 但是我们人生要有仪式感 知道吧 要惊喜的话 你肯定要 要得仪式感 所以呢 也铺制这个铺制这个现场 所以呢 我怕他他看到了 就是说这个惊喜就不是惊喜了 所以我 我觉得今天晚上 也让他回去休息了 也让他回去休息了 就今天是星期五嘛 这样的 明天呢 刚好是一天 好日子 也是明天刚好休息 知道吗 明天爷姑妹也都放假了 刚好休息 我就抽上这个 这个时间段 给他一个惊喜 知道吧 反正就是明天 好吧 对 明天不只是给 二妹一个惊喜 还有我们这儿的一个缘故 也是明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所以呢 刚好抽在一起 给他们一个惊喜 再加上更加惊喜 再加一个惊喜 好不好 喜上加喜 喜上加喜 对吧 所以呢 也给粉丝们一个惊喜 好吧 家人们一个惊喜 说实话 这好久以来呢 也没有给过家人们一些惊喜了 说实话 你们也知道 我也又跑大娘山呢 又跑 跑 跑成都 又跑乐山呢 也有点累 然后这边 好不容易弄了个故事 起来 然后现在呢 麻多麻西的 所以呢 也没有 好好的给大家好好的 那个啥过了 然后呢 就也会叫上员工 所有员工 对 然后吃完饭呢 吃完饭呢 刚好 就就这 里面等的 就这个惊喜 几点直播 我说的是七点 七点 对 七点 差不多 因为太晚了的话 粉丝家人们的睡觉了 到时候 对吧 家人们的溃了 七点这个点 你们都能来吗 明天晚上 家人们 七点这个点的话 应该 对下午七点 家人们 七点这个点的话 应该都没有睡觉吧 刚好也是在休息 在家里面休息的时候了 吃完饭 对吧 大家刚好吃完饭 休息的时候了 所以 七点 明天晚上 七点钟 你们能不能来 能来到 扣个音 好吧 能来到家人们 扣个音 对 明天这个 你们可不要超过了 这二八级的 超过了 就可能 就 以后 以后的 以后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才会有这个惊喜了 也许就 人生就那么一次 或者也许就 一年才有那么一次 所以说 这个惊喜 你们得不要超过 家人们 大家 等待的是什么 等待一直以来 看阿伟直播 一直以来 希望我 那个啥 的时候 就是这么一睡间 就是这么明天 必须来 是吧 那就不见不散 明天希望家人们 公平上 多多的正能量 多多的真实 好吧 你们觉得阿伟 是不是一个正能量的人 是正能量的人 咱们打 打一包正能量 三个字 正能量 结果 绝对 让你们感觉到 惊喜 知道吧 惊喜 对 谢谢点赞 谢谢 绝对要有惊喜 对吧 家人们 谢谢 谢谢点赞 谢谢 确实等这个惊喜 等了很久了 等了很久了 再等 再等等 再等等 我的老了 再等等 不能再等了 再等等 粉丝们都等饿了 是不是 是不是 不能再等了 家人们 是不是 七点可以 七点吧 你们如果说 你们比如说 到时候节目会到这个十点左右去了 十点 十点左右去了 到时候你们 比如看到九点八点这些 你们愧了 你们就先休息 明天肯定也会 明天有很多神秘嘉宾都会来 知道我家人们 圈少不来的就是 我爸 我妈 还有 我哥 对吧 还有 祝月的古多都在 对 还有就是 最长得最帅的吴总 吴总 明天主持人 主持人 是你吧 明天 那我还是 找了一个女主持 女主持是吧 你们两个一起主持是吧 男女搭配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干活不累 家人们来 打一包上人好不好 家人们 打一包上人 说了不经心 家人们 我们先不说 对不对 二伟他讲究的就是一个 知道不 明天 明天这个 明天这个 就是这个 豪豆有点长 所以呢 吴总他怕他一个人太累了 所以也安排了一个 女主持人 对 所以说一拿一女主持人 知道吗 明天 然后呢 我负责什么呢 我负责 你负责笑 我负责笑 你负责开心 对 对 然后明天的话 就是有 有不同的才艺 甚至我爸 我妈都会站在舞台上唱歌 知道吧 家人们 期不期待 告诉我 期不期待 家人们 七桌 至少十五桌 家人们 至少十五桌 怎么可能才七桌 是这么的 这个 五桌 也排了 这个 把我爸 我妈的 这个 迷恶 也排上去了 这个 这个表演才艺 才艺 那么 才艺那么 可能就是 唱歌或者跳舞 我爸 我妈 然后我爸唱歌 也是很好听的 我妈也会唱歌 到时候呢 我爸 我妈一起唱一首 还是非开唱 到时候 都会表演 还有我们也 就是我们公司 比较有才艺的 我们也会 邀请唱舞台 知道吧 就比如说 该唱的唱 该唱的唱 该跳的跳 那种 知道吧 对 谢谢点赞 谢谢 对 在公司 在公司 因为公司 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 你们知道吗 就是有专媒 学习的 有专媒 搞好多的 常常常定 知道吧 就是有专媒 开会的地方 有专媒 都不一样 公司 几千个平方 所以里面 什么都有 家里面 里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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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专媒 专媒 比如说 平时员工 什么搞好多啊 这种 这种地方 还是等等之类的 可以唱歌 什么都有 他们把舞蹈老师 都整丢了 刚才不是在教他们吗 对啊 明天就要表演了 这搞什么 让他们好好的学 不好好的学 就排掉了 想不想看他们跳舞 想看他们跳舞的话 可不可以 我现在去给你们接度 学就两 一个就学了 把那个 科姆沙给我 学好就行了 我学科姆沙 科姆沙家他们都不要看 学学家他们喜欢 喜欢看的 不写科姆沙 那写什么 我们学我们的嘛 家里面想不想看 都是科姆对不对 那我们等一下 明天不见不散 我就去接触方了 我跟你们说一下 家里面 这个不只是 不只是这个 就是说这个 过生啊 这个怎么说呢 是有很多类行 知道吧 家里面也可以跟员工 带来一些开心快乐的 那种 那种节奏 也给二妹一些惊喜啊 就是说实话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呢 这个 摄日啊 你们说啊 这个摄日 可大可小 因为是一个好日子 好日子 所以说可大可小 也可以把它弄成 弄成了 像集会一样的 或者 也可以把它弄成来 平平淡淡 就一个蛋糕 就两次了 所以说这个 摄日可大可小 知道吧 我们可以把它想 放大 它就是大 一个大场面 过生 把它放小 就是一个小场面 过生 知道吧 所以这个过生呢 就是 想看阿伟跳舞 是吧 这个过生呢 就是 怎么说呢 现在这边 该有的条件 都有了 那么 反正 不会超过这个 集会的一种 但是呢 也不会很差 知道吧 家伙们 你看今天都在学舞蹈 明天 直播 就是现场表演 这些才艺 这些都在弄了 然后铺制现场 现在都在铺制了 家伙们 都在铺制了 比如 该有的气球 等等之类的 对吧 都在铺制 谢谢点赞 谢谢 谢谢点赞 二妹的父母来吗 这个 这个 等一下 我得给 这个二妹确定一下 如果说要来的话 明天要早早的 要来 早早的来 有可能来 有可能不来 我也不敢确定 不敢确定 我跟二妹说过 这些 我 我不好跟二妹去说 知道吧 因为一家二妹 这么的 就是我看 我 我等一下 去为二妹 为她爸妈的 一个联系方式 然后我去亲自 跟她爸妈讲 知道吧 亲自跟她爸妈讲 我看能不能来 能来明天早上就出发 然后下午就到这里了 如果二妹的 老爸老妈能来的话 也是给二妹一个惊喜 知道吧 但是呢 不能让二妹去叫 知道吧 让二妹去叫的话 就是 以为你们知道 因为 本来就给二妹一个惊喜的 你到时候搞得 这 沸沸扬扬的 都知道了 那 那 那也不叫惊喜了 知道吧 所以说呢 这个电话 要打 要 要打 就只能我来打 知道吧 所以呢 我往明天 然后等一下 我 我会 给二妹说 让她给我一个联系 发誓 我跟她们说个事 然后呢 去 偷偷的 给二妹 老爸老妈 打个电话 打了之后呢 我会去 去跟她说情况 说情况之后呢 看他们能不能来 但是确实 老人家也挺辛苦 确实有点远 这样吗 如果说 因为他们那 到这边 没有高铁 知道吧 所以只能造车 造车的话 确实也要那么多 那么多个小时 知道吧 所以也挺辛苦的 所以说 要不要起 是我安慰的事 能不能来 是他们的事 知道吧 所以说 我的态度 我的邀请 必须要做到 对不对 这样 我的邀请 我的必须做到 那么 他们能来 还是不能来 就看他们了 对不对 这样 如果说 我的邀请 没有做到的话 你不能 你不管人家 能不能来 你必须要你的态度 你的邀请 要做到 对不对 所以说 我邀请他们 他们能来 就更好 实在来不了 大家也能理解 好不好 OK 你们觉得 阿伟说的 对不对 觉得说的 对得刻意 好吧 我现在是 越来越聪明了 我想的 还是挺中道的 这样 对 必须的 必须 这个电话 我来打 必须打 但是怎么说呢 我怕 二妹明天 是一场开戏的日子 搞到他明天 我怕他会哭 知道吧 因为 说实话 他可能 我想得到 我之前喂过他 他人生之后 没有有过这种惊喜 知道吧 没有有过这种惊喜 我说你 以前有没有特殊的 去过个生日 或者等等之类的 没有 真的没有 你说 真的 如果 如果会感动的人 都会感动 知道吧 所以说 我怕他会哭 所以 比他明天 是一件 开戏的日子 搞得到时候 哭了 就就就不好 知道吧 这样 对吧 万一他爸妈看到了 怎么我女儿 怎么整哭了 阿伟怎么把女儿 给整哭了 对吧 你说 是一个开心的日子 但是我相信 是个 就是懂得感 懂得感恩 懂得就是 心比较软的 都会哭的 因为你说 你看 现场 现场这么多人 陪着他开心 陪着他 过这个生日 现象 现象 又有 每天可能人气 会达到一两万人气 知道吧 如果明天人气 直播间人气 不出意外的话 会达到两万人气 知道吧 至少也会达到 一万家人气 所以说呢 线上 这么多 几万个叔叔阿姨妹 在看他 陪伴他 过生日 祝福他 对不对 这么这个惊喜 线上 又有这么多头 头士 这么多 这么多兄弟几妹 陪着他一起 度过这个生日 你说 会不会感动 绝地会感动 什么阿伟 也太欢心了 这 这话说的 这话说的 欢心这个东西 怎么 那我是 找了个老婆 然后再找了个小三 还是怎么的 欢心 欢心点在哪里 欢心要有个 有个道理 对吧 是不是 欢心要有个道理 那怎么要个欢心 你跟我说一下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欢心在哪里 我这个人都欢心的话 我觉得这个全世界的男人 都是欢心 知道吧 只是有些 有些很多 很多很多人 你们看不到 他们不玩瓦落 他们不在这个抖衣出现 知道吧 他们不去 不去展现他们的 自己的生活幸福 所以你们看不到他们 如果说像我这种的欢心的话 那全世界的都是欢心男人 没有一个好男人 你可能是被那些欢心的人 伤害过太多次了 所以你看到是个男的 你都觉得欢心 知道吧 像我这种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欢心点在什么地方 我自己都不知道 真的 我说实话 如果我这种都叫欢心的话 那世界上男人 都是欢心的男人 这些话我也不想去说 但是呢 你如果要说的话 我可以跟你解释一下 对吧 欢心点在哪里 你要给我说个一二三 对不对 是我有个老婆了 然后呢 我再去找了个小三妈 还是我跟哪个女朋友在一起了 然后我把她甩了 然后又怎么样了 我不搞不懂吗 搞不懂 是别人把我甩了的 知道吧 是别人把我甩了 那我 我以前有认识过女孩子 不说甩 甩不要甩了 不说这些 只能说不合适 如果说你们要说真正的甩的话 是不一定 只是说男的杀害女的 女的也可以杀害男的 知道吧 花心也 女的也可以花心啊 为什么要男的花心 女的花心起来 比男的还要严重 知道我家里面 我不是吹女的 我不是说真不资助直播间女孩子 事实就是这样子的 不管男的女的有好的有坏的 知道吧 女的女的有些花心起来 没有男的少 知道吧 我在家库上飘了这么多年 难道我不懂这些道理吗 女的花心起来 跟男的没有男孩子的少 知道吧 所以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 飞开 不一定 就是男人的错 也许也是有女人的错 我也不想去解释太多 也不想去说太细节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的 知道吧 你们细不细是你们的事 对不对 不要觉得 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飞开 就觉得 必须是这个男的错 这个女的什么都是对的 必须是这个女的 是怎么样 没有这回事 知道吧 男女平等 知道吧 男孩子有好有坏 有花心的 有不花心的 女孩子也是一样的 你们敢说女孩子 就是 就是 我不是针对男孩子 或者针对女孩子 我觉得都是平等的 你们敢说女孩子 就不花心的吗 女孩子都是好女孩吗 那不可能 有也不可能 知道吧 听懂了吗 家库上飞 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觉得对的打个对 我觉得不管直播 叫男的女的 都是公平的 对不对 你被那些 花心的男人杀害过太多次了 你就觉得男人都是坏人 不能这么去想 只能说你遇到那些男人是坏人 花心人 知道吧 所以我觉得直播 男的女的都是平等的 平等 对不对 难不成我 我在这个抖鱼下出现了一年 一年多了 我做了那么多好事 做了那么多事 对吧 你看不到吗 对吧 我这 难道我 我跟女孩子怎么过来的 你看不到吗 对吧 我当初被杀害的 眼泪一个接一个的 你看不到吗 对不对 可能看不到吧 可能你只看到结果 结果啊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